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无人船无人艇即将开始他们下午的展示 看那边看那边正在朝这边飞过来的就是大型固定翼的无人机双尾街 你看这边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很有福啊 水面上面是我们的无人艇正在进行的展示 空中还有无人机 上下层次多么的丰富 现在看正前方这是两艘无人艇 灰色那一艘是以比较快的速度刚刚实现了我们这边水面 这边工作人员手里面是有一个遥控器 他们还有更多的操控 一台电脑可以控制数艘无人艇 站在这个浮动的小码头上面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波浪袭来的时候 整个晃动感还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在这一旁挺靠的这是一艘无人的警戒巡逻艇 我们来介绍其中的几个关键部位吧 比如说下方吊挂的黑色的是四拼的180度视野的天空摄像头激光雷达 再上方白色大的这个是导航雷达 这两个雷达应该说是互为补充 好 我再上到这艇上面能够看到这个下方吊挂的这是探照灯 喊话器 好 既然已经来到了艇上面 下面我们也获得了许可 我们要跟随这艘艇 我们要出到外面的水域 去感受一下它在水域上面整个的机动能力 这还是我第一次乘坐这样一艘艇 艇上并没有驾驶员 这是一番别样的体验 开始加厉了 咱俩都要来吧 海道他们在岸上的操控应该是加厉了 这个马达的声音就更大了 速度也更快了 然后应该是在转圈 小心 小心 这个爪弯的角度还是非常大的 好 海人最终我输了 给了他们一个手势 我们停 回吧 岸上的操控人员通过它娴熟的驾驭方式 让我们充分地体验到了这艘警戒巡航艇在海上的机动能力 非常棒 是吗 我想问一下刚才是谁操控的 站出来 这才拿到哪儿 应该十五六节这样子吧 这才十五六节 那咱们这个艇的话最快的速度有多少达到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我的天哪 走车往前车往前 那个一定要看 本届航展 我们连州展区最亮的星 就当是我身旁的他了 大型无人作战艇 土星号 来到本届航展 这是它的全球首次亮相 吸引了足够多的关注度 我来看这艘船艇的外形 它是一个三体船 如从一座土星进入水面之上 同时因为舰水网是细长的地种往前 如同一顶利舰直刺前方 我们说三体船是对让它在长时间 水面驻流的时候 能更大的趋于安全和稳定 而这样的外形设计 也让它的隐身性能达到最前 舰手的方向 这边就是通用垂直 发射装置 这是它的火力铁拳 在我们连州展区 除了无人艇 无人船 无人机等一系列展示以外 是刻在我们身旁 看到的是飞行汽车下午的展示环节 稍后的环节都将会展开的自己的飞行展示 这里面只有这样一个座椅 也没有方向盘 也没有操控座 享受就好了 关于地空经济 特别是飞行汽车技术的探索 其实各方都敞开了想象 比如说我刚刚乘坐的它 它是飞行舱和体座 或是分离的技术 它将要飞起来 而且是纯电 自动驾驶 是不是很酷 稍微跑两步 这边正在进行的是无人机 把这个应该是一个救援艇 然后吊装起来了 场地上方一个盘旋的姿态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平稳的 我们连州展区整个精彩展示 应该说布置的还是比较简易的 也更加的平易近人 有一种旺大级的即时感 我们在这里也是第一次在公共动面前展示自己 盼展我们的前置 还有为啥 我们的连州展区 本身航达很多新装备是首次亮相手秀 其实呢我们的斗门联罡展区 也是第一次在公共动面前展示自己 我常见我们的本身航达很多新装备是首次亮相手秀 我们用今日节目为斗门连州斩区点赞 大家都来了 打个卡